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利用他的权力围剿FBI 利用他可以动用的一些媒体 就能够影响到媒体和这些头面人物的出访 在做这样的故事 而FBI的抵抗 就是现在雷的抵抗的一切做法 会加重越来越加深 共和党人在他的宪法层面 在他宪法权力层面 将会全力以赴的对FBI进行整肃 那在整肃前肯定要揭露FBI罪恶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故事 就是要从两点上去揭露FBI罪恶 这一份任务就落在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中院的共和党人身上 而他拿到的证据是非常确凿的 很显然雷在拒绝 雷已经很可能被起诉 雷被起诉的原因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破罐破摔 这个死扛到底 就是说他投降跟不投降 他的命运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变成了不投降 那不投降呢 是希望能够他的团队 以及他相关的利益同伙 能够找出一种应对的方式 在现代这种场面 那so far可以看到 他找不到应对的场面 所以雷越抗争 司法就是FBI越抗争 你就会看到老百姓对他越反感 而司法部的加兰完全沉默作声 就是加兰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在脱身 给我的感触在脱身 这是给我看 这是给我感受到最深刻的一个 就最深刻的一点 在这个背景之下 刚刚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这也是昨天晚上出来的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腐败的FBI应该被改国 甚至被关掉 这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故事 最新的民意调查 63%的美国人认为 希望FBI因为针对美国人的权力武器化 以达到他的政治目标 而面临某种形式的惩罚 那这种形式的惩罚 出手应该是在立法机构 是在众议院的立法机构 因为宪法赋予众议院的巨大的监督权力 FBI没办法逃避他这份监督权力 那当然他除非在美国的社会中 你说枪杆的女生出政权不可能 那反过来就可以看到 那奥巴马期间所延续下来的 法律里面出政权的故事 以法律之名颠覆美国 应该是遭到了致命性的重挫 而这个重挫的原因都跟他个人有关 跟整个司法部的 跟FBI的操守做法有关 也就是在命运中 在2020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 那共和党人夺回了众议院 而拜登以及奥巴马的势力 在夺回参众两院跟白宫之后 两年时间 他没能够无法颠覆美国之后 所带来的暴力 他们可以压制川普 他们可以盗窃了 这个美国2020年选举的结果 但他们却无法 他们却无法能够颠覆美国 这是我们看到 所以就在某种说 在某种美国的机构 就是美国现用系统的机构的影响之下 出现了逆反 FBI多年的亵渎行为 包括误导国会 掩盖腐败 制造丑闻 突袭川普家 无辜人的道德跟政治信仰的迫害为目标 干涉大选 最后一个罪名 干涉选举 所以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出现了两套司法系统 这是一个真实 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 那达勒姆的报告证明 在没有任何的证据之下 制造了通俄门事件 所以那就变成了美国人民 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和对腐败 变得如此明目张胆的一种认知 在接受调查的1358名访问者中 是在达勒姆报告浮出之后 39%的人认为 FBI应该由国会进行改革 防止干预选举 防止干预选举 美国人对政治化的FBI的蔑视 并非是一个投票集团所拥有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党派之分的 75%的共和党人 59%的民主党人 57%的独立人士都认为 FBI是对国家威胁 已经对国家产生了威胁 必须透过某种形式加以更改 让他们付出代价 那这个比例 特别是民主党人认为 这个比例是非常厉害 59% 59%的民主党人 高过57%的独立人士 那意味着今天操控美国 司法体系中的一切丑闻的人 是民主党的上层 是真正党内的精英 绝大部分普通的民主党人 同样是被这些党内精英 所操控所欺骗了 欺骗了他们的政治理想 欺诈了他们的政治权利 应该是这样 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 可以放任不管 共和党人更希望 把FBI关闭从头再来 他说37%的共和党人认为 关闭它从头重建 14%的民主党人认为 应该是关闭 24%的美国人认为 FBI应该面临的被迫彻底崩溃 因为没有人相信它 这是一个很令人感慨的数字 如果说从相信任跟不信任 就是百分之六十几 百分之六三的美国人不信任它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不相信今天的FBI 这是很可怕 在75%的共和党人 59%的民主党人 57%的独立人士 这是全民大多数的共识 这是统计来的 蓝色选民没有完全同意 但有一半人 45%的人认为 国会应该出手 对它改革 39%的共和党认为 应该进行大清洗 对民主党人 对这个FBI进行大清洗 他说 大概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人们对司法部跟FBI 极为不满 里面主要是有关 加兰的做法是有关系的 加兰对FBI被揭露出来的丑闻 不听不问 加兰只去为了能够打击川普 阻止川普竞选美国总统 所以这件事情 促成了更多的美国人 不接受今天的FBI 不接受今天的司法部 所以有一半的独立人士承认 FBI跟司法部是不值得信任 他们是为政治服务的 为政治服务的 就是不值得信任 所以到了2020年中期 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 那共和党人开始利用 手中的权力打击他们 所以共和党主管的 对FBI的调查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民意调查所表明 他们拿出了太多东西 看到了今天FBI的阻力 这种腐败 所以这是一个公众环境 它代表整个美国环境 美国的政治环境 出现根本的改变 那也就变成了 就是我们跟拿解是过的 绕了一个圈 从2020年美国选举 让到2023年 我们可以预见到 再看几个月之后 也就说从美国大选 川普遭到这种不公的待遇之后 三年之后 这个圈撞完了 这个圈撞完了 感谢朋友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